热血狂澜今日正式上线 热血狂澜继承了日本热血动漫的染感 把篮球这项运动中最核心的部分 热血、青春、政治等优秀的品质提炼出来 为观众带去正能量 行非演绎的裴陈冰是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女孩 在她不断地积极鼓励下 男主角破除心理阴影带领团队 一步步走向胜利 篮球队也变得更加团结 具有凝聚力 她为众人传递热血正能量 篮球的意义是人富裕的 如果你把篮球当作普通的娱乐 那就是普通的娱乐 但是如果你把她当成梦想 那就是梦想 作为剧中的女主角 行非不论形象 气质还是人设 都令人不禁联想到灌篮高手中的赤木琴子 网友直呼 期待中国版赤木琴子行非 据悉 行非音在热播IP剧 恶魔少爷别闻我中 出演女主角安初夏 被大家熟知 青春历史 元气十足的她 一路以来积累了大量人气 脚踏实地 专心演技的她 受到了平台和粉丝们的喜爱 相继主演了班长殿下 浪漫星星等剧 未来可惜 期待 她在热血狂澜中的亮眼表现